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历经了23年 终于在2017年的台北四大印 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始 各位也可以看看下面的影片 还有网球中心的整个概况 民国73年 我到了台大体育室担任李老师 并且兼任台大网球队的教练 当时对于学校的教练的工作 下了很多的功夫 也让台大的网球队有相当好的成绩 在民国83年 我们发起了台北网球中心万人联署的活动 经过23年的努力 终于在2017年台北四大印的比赛中诞生了 这个是我们见证历史最好的时刻 我们在国际的网球比赛中有非常好的成绩 但是台湾人就欠缺一个像样的国际级的网球中心 来举办国际的赛事 并借由这样的国际赛事 再栽培一些更优秀的青少年 或是国际的选手 后来就过了一段的时间 我个人也到了美国网球公开赛去参观 到澳洲公开赛去参观 还有温布顿的公开赛去参观 吴辉就想看他们的运动设施 网球中心的建造 2017的台北四大印能够落实 在测试赛台数杯网球赛的时候 我们也很荣幸蔡英文总统 还有台北市柯文哲市长 也亲临开幕主持 并且开求来引起国人 对这个新建的场馆的重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17年四大印的网球项目 2017年四大印的网球项目 我担任了竞赛总经理 筹划2017的网球的所有项目的事项 今天我把2017网球四大印的竞赛的工作 做了完整的结束 这一次见证2017台北网球中心的 一个最好的历史见证 我担任了竞赛总经理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